你想知道工程师是如何建造桥墩和锋利发电厂的基础的吗? 有没有想过水中餐厅是如何打造出来的呢? 各位观众大家好 在今天的影片中 我们将为大家介绍如何建造和修复水中的结构物 一定会让你大开眼界的 这里是Topgen频道 让我们赶快来看看影片吧 如果提到克服水的方法 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把陆地上建造的结构物淹没到水底 水泥和钢材都比水来得重 所以只要将结构物运输到现场 再运到水底下就可以了 不过这些事情当然没有那么简单 即使是建造一间30个座位的小型水下餐厅 也会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程 餐厅的大厅是在陆地上建造的 整个过程历时10个月 还对这个水里的人类用水槽所有重点部分 进行了安全和气密性的检查 这个钢铁结构建筑有个透明亚克力的圆顶 重量达到410吨 因此需要使用一艘起重船才能放入水中 负责这项重要工作的船只是Fairlane号 这艘船配备了两台起重机 每一台的起重能力为400吨 船只将餐厅建筑物运送到 马尔代夫的一座小岛上 在那里开始进行静默的作业 潜水员们已经在水下等待建筑物的到来 并在5.8公尺深的小礁石旁边 将餐厅建筑物固定在已打入海底的庄柱上 这就是弗拉瓦利岛度假村的餐厅被命名为5.8的原因 想要到达这家餐厅的话 就必须穿过码头 然后走下螺旋楼梯 食物是通过专用电梯 从陆地上的厨房运送到水下餐厅的 当然使用这种特殊建筑技术的时候 良好的通风设备是绝对不可缺少的要素 正因为有这些设备 顾客们才可以在鱼群和珊瑚的包围下 愉快地享受高级美食 安装在庄上 比较大的结构 例如发电厂和石油的平台支架 也可以通过沉入水中来建造 例如说德国在北海建设了 Veya Marte风电厂 总发电量是402百万瓦 当时一共安装了67台 600万瓦的风力发电机 这项建设计划 一共使用了三艘大型船舶 首先其中一艘船 Rockpipe将石头铺设在海底 打装的地方需要先铺设上碎石头 这是为了防止风力发电厂的地基 被洋流侵蚀 之后另外两艘船也开始了工作 Sea Jack Skyler是全球最大的自身式舶船 它配备了起重能力1500吨的起重机 一次可以运输三个单装 这是世界上最巨大的单装 重量达到了1300吨 长85公尺 直径是7公尺80公分 为了将这个装打入海底 还使用了配备着脚的特殊船只 这艘船采用了长105公尺的支角 固定在海底 负责支撑 即使是在65公尺的深度 也可以确保它的稳定性 最初光是打一根装 就需要花费24个小时 但随着工人们逐渐积累了经验 到后来他们一天就能够打两根装 和Seajax Skyler配对运作的是Seajax Salaton 这艘船搬运了6个过渡连接部件 每个部件的重量都是350吨 Seajax Salaton配备了起重能力为800吨的起重机 这艘船也采用了自身式技术来进行作业 这艘船85公尺的长腿着地在海底 将船稍微抬高出水面 即使面对海浪袭来 也能维持稳定性 因此Seajax Salaton配备的起重机 能够以惊人的正确度 将过渡部件放置在桩上 然后在过渡部件的顶部 安装了锋利涡轮机的塔架 整个计划包括设计、打桩和安装 都在2015年至2017年之间就完成了 真的是太厉害了 使用挖土机进行作业 在陆地上建造各种各样的建筑物之前 要进行相当繁复的准备工作 例如平整施工场地、挖地基或者是打桩等 在海底设置结构物之前 最重要的就是要先做好适当的场地准备 最简单的选择是 将挖土机送入海中平整海床 以便后续安装支架和其他的结构物 请大家看看这个形状奇特的CAT-374DL 这台挖土机的绰号是MobyDig 它正在进入海洋里清理建设用地 这是要用来建造英国蓝星的Rampion风力发电厂 这台挖土机配备了扫描海底的声纳 还有一艘供工人使用的船 而这艘船也派上了用场 并没有被浪费掉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项计划并不是一直顺利地进行 就在合约工作即将完成的几个小时之前 挖土机竟然在海底松软的地方搁浅并沉没了 从这个意外来看 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为什么挖土机需要船了吧 当挖土机无法顺利平整海底的时候 就必须将水中的岩石爆破才行 这种情况下的大爆炸理论很简单 在岩石上钻一个洞并埋下炸药后 就会听到很大的声响 所以要离开那个区域 爆破是为了加深船舶舶航行所需要的海床 或是在建造码头、防波堤 或者是其他防洪设施之前所进行的准备工作 对环境来说 这种做法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但看起来确实是有它的效果的 水下焊接与切割 为了防止建筑物在水下移动 必须想办法好好地将它固定住才行 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 会采用螺栓、锚钉等工具的方法 不过有时候铁质的零件必须要焊接才可以 而且碰到需要修理的时候 还必须进行切割 这些操作通常都是失事进行的 意思就是焊接和切割 都是直接在水底下完成 如果这项工作是在很深的地方和巨大压力下完成的 就成为高压工作 然而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 潜水员背负着触电和承受压力的高风险 想要避免这些风险就会采用干湿的方法 将一种特殊的房间进到水里面 修复管道的时候 首先会将桩打入海底 并将整个结构屋牢牢地固定在那里 然后将夹压过的混合气体 蹦入连接着桩和管道的房间里面 之后再把水从房间中移除 这样一来 焊接机就可以毫无问题地进入房间里面了 除了压力大以外 其他的工作过程几乎都和陆地上一样 混凝土胶筑 施工人员经常在陆地上使用混凝土 例如说固定地基的时候 如果使用适当的施工方法 混凝土在水下也是一样有用的 这个过程与正常的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一开始 先把混凝土要胶住的模板组装起来 接下来把钢筋的框架安装在模板里面 之后透过管道从混凝土泵中胶住混凝土 不用多说 这种混凝土里面含有的成分能让混凝土耐水和防止侵蚀 当然重要的是还需要一位经验丰富的潜水员来完成所有的工作 他必须能够像在陆地上一样进行作业 但采用的方式是不同的 那么我们想要顺便介绍另一种水中浇筑混凝土的方法 那就是所谓的tremi法 在浇筑混凝土的时候 这种方法可以防止溶解 混凝土透过特殊的管道倒入模板里面 不过首先要用一种名为猪的特殊塞子将管道封住 当第一批混凝土通过管道进入的时候 塞子会被推出去并浮到上面 最重要的一点是 在浇筑混凝土的时候 管道的末端始终都是浸默在混凝土里面 并且放置在模板中的混凝土 不能与水接触或与水混合在一起 建造大型的结构物的时候 可以使用两根或者三根管道同时浇筑混凝土 围燕 如果因为水的阻碍而无法在河流或湖底进行施工的时候 可以建造一道称为维燕的墙 把水和作业空间隔开 为了防止维燕漏水 会将一种称为钢板桩的金属板桩桩打入水底 当成墙壁来使用 一般会采用焊接或者保持外壳气密的特殊接头来连接钢板桩 有的时候为了安全 会同时建造两个维路结构 一外一内 然后用泥土或者混凝土将间隙填满 举个例子来说 在建造码头的时候 维燕也可以与岸边相连 另外在建造桥墩的时候 也会在河流或湖泊的中央设置维燕 准备工作完成之后 将水从建筑物的内部抽出来 然后人工带着机械进入里面 进行浇筑混凝土等施工作业 虽然这项工作看起来很安全 但其实还是有危险性的 当各位开车穿过河上的桥梁 或者看到海洋彼岸发电厂的涡轮机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这些事情 以上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一定要记得按个赞 也别忘记分享到社交网站上 给你的亲朋好友 对本频道的发展来说 没有任何事情比你的支持更加重要了 先谢谢大家的帮忙 再多的言语都无法表达我们的谢意 那么又到了暂时说再见的时候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次的影片吧 拜拜